Netpan的一位网友最近分享了一些照片 显示华纳唱片大楼内欢迎JDragon的广告牌 因此,一些人已经猜测JDragon可能已经与华纳唱片公司签约 并正在为付出做准备 此前,YJ就JD的合约问题表示 目前与JD的专属合约已经到期 对于广告等其他活动正在通过单独的合约进行合作 在他重新开始音乐活动时 将写上追加合约 Boss将不惜一切进行支援 而这一消息进一步说明JD真的与YJ解约 纵观目前YJ的现状 前社长梁玄熙27日进行了第五次上述审判 二审听上,检方和一审一样,已久求行三年 不过他恳求法官,给予我回到个人岗位上 继续培养将K不发扬广大的后辈们 创造出更多优秀作品的机会 而YJ的旗下艺人 Tun Ewan走了,北半走了,艾困走了 Winor正在服兵移,水晶男孩一直没有活动 拉拼续约未定,Babymonster出道推迟 剩下的只有乐同音乐家和Tryer 这样看来,曾经的YJFamily真的让人唏嘘 对此,大家如何看待YJ的状况呢 欢迎留言 爱豆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